第一屆台北米之年終於公佈結果 最令人驚喜的就是竟然有不少上榜餐廳主廚是香港人 首屆名單只有20間餐廳獲納日指南 其中有17間餐廳奪得一星 兩間餐廳奪取二星 三星就只有一間 總共頒發了24顆星星 17間一星餐廳之中 其中Munmai主廚兼老闆林全就是來自香港 他曾經在不同國家著名的餐廳工作過 包括曾經在全球50大最佳食府位於丹麥的Noma 最後他決定去台灣開餐廳 以台式食材入贊 並以西式擺盤 想不到第一屆的米之年就可以奪得一星 二星餐廳只有兩間 分別是來自東京的創意現代日本料理 長雲龍飲 以及喜來登大飯店的中式餐廳請客樓 至於軍品酒店的移工 就成為唯一一間奪取三星的餐廳 相主廚之一的陳偉強師傅是香港人 在業界打滾超過35年 而火焰片皮額就是他們的招牌菜 就到處看了 我們到處看了 我們到處看了 到處看了